103. 新快報,小楊超音視片有人笑滿全情,有人看哭好幾次 2015年7月15日新聞如娛樂A41 徐少那新快報信記者徐少那報道應發合作大電影小楊超音 昨日在廣州提前試影,超音領頭的一群蠢蠢蠢蠢的小楊 在大都市的力險記充滿幽默和溫情,傳片無台詞 時卻把官撥撇動得一塌糊塗,有人笑滿全情,有人則承認情感動人看哭好幾次 據悉,影片將於7月17日正式在國內上映 小楊超音由馬克伯頓與李查德斯塔薩克聯合編劇執導 故事改編字和名動畫劇集 講述了小楊超音恩厭倦農場女每天千篇一律的呼臭生活 於是搞了惡作劇,將農場主催眠送到偷車廂休息 沒想到車廂室去控制,一路向市中心衝去 看家狗狗被澤耳看到洋洋門闖了大禍 一路緊緊到都市裡去尋找主人 而農夫因為頭部遭受撞擊失去了記憶 超音看到沒有了主人的農場變得一團糟 也趕緊背起行亡運上了開往市中心的巴士 他的伙伴們也未隨而知 開F一場為尋找農場主人的都市探險 影片連續了動畫片中沒有台詞的假劇風格 但情節相當歡樂有趣 小楊門為市主人休息而使用的跳陽催眠大髮 進城之後穿戴人類衣服穿街過巷以及在餐廳裡模仿人類看菜單、打架等 都讓看片現場不時爆笑 而小楊門為救回失憶的農場主所做的努力又讓人感動不已 小楊門在流浪狗的幫助下躲進了垃圾牆 一邊躲避動物監管員的追查 一邊為營救計劃打造工具 馬車 哪種為親人奮不顧身的情感令人動容 值得一提的事 片中無論小楊 看家狗還是監管站裡的小動物們 無一不是可愛直爆表 小楊超恩是一隻來自蘇格的黑臉羊 在英國堪稱一線明星 在中國也有大批粉絲 去年他還在英國拿下官撲妖妖二動畫冠軍 片中他和他的楊楊家族蠢盟表現令官辱 J 呼盟爆 由於影片是黏土動畫製作 戲中角色都是動作略顯笨拙和粗放 但正由於黏土動畫的這種特質 超恩和他的伙伴們更顯得冷盟冷盟的 舉手頭足監視有一股幽默在 被刮殺 為盟直直逼小黃人 為盟直直逼小黃人 若感人勝出 可以